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青鳥 歡迎收看一天一星星 來看爛地數的紅彩米珍情境訓練過關法 這我已經是 練了非常多次 找到 模式了 一開場就先走到左邊 這邊有一個在走廊上巡邏的人 不過他還沒有來得及動的話 就直接打死他 動了的話他會走到 靠近門這邊 第二個的話是在這個木板後面 射穿 上面有個人騙他 騙他 騙他 沒反應啊 騙他 有了有了 然後朝著地板上 丟一個閃光袋 注意不要看到閃光彈 他被制嗎 輕鬆幾下 是這個牆後 大概這個高度 再來是這個叉叉 對磚叉下面穿過去 小星條殺到人質 這還蠻容易殺到人質 不保險可以從另外一邊 有意外 多增加了一個人質 平常是不一定有這個人的 好 有事有可能有這個人質 機率不高 接了人質之後 把人質放下 馬虎 等這個時間 讓敵人都救定位 才不會一出去就遇到人 再來就快速從這邊樓梯下去 都不會遇到敵人 不用擔心 快速從無安機 確認一下別人的位置 開出無安機 確認一下別人的位置 快速從無安機 起碼槍到這邊是不太會變 都是這個位置 快速趴下 避免中槍 他有可能會走過來 有可能不會走過來 先等 確定他沒有走過來的話 就探頭開槍 然後從左邊的小門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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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襲這個人 這個人咧 這次這個人不見了 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 只能看無安機在偵察 確認一下敵人到底在哪 有一個人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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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說應該還有一個的 有一個人不見了 這邊的敵人 我嘗試的超多遍 最後得到的結論是 從這個地方 有一個人不見了 丟歪歪的 進門就可以偷襲 這兩個人通常會同樣 躲在左邊這台警車 後面比較常見 同樣的方式 沒有丟好 沒有丟好 如果那邊不行的話 就從左邊這個門進攻 出來了出來了 就是這個人啊 少了這個人 應該又有啊 Bug嗎 現在就剩下最後一個 欸? 過了 現在那個人跑到他 死掉人的位置 這次有點特殊 反正最後兩個敵人 就想辦法用閃光彈解決就對了 一次解決一個 哇是 聽聽看看的無論 遇到跟我同樣的吧 好這就是我們呢 第二關 第三個星星 通關的時候剩下50點生命 還蠻驚險才成功的 在關老鼠說 沒什麼自信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的影片 跟直播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我可不可以按個喜歡 我可以按個喜歡的 我們想要可以的 請問